如果印度尼西亚能这样做法 他这个国家就是很快速的能够达到安定和平繁荣兴旺 就会带动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向他看齐 都会学他 他在神圣教学就变成世界领导人 稀有难逢 他们国家主要的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信徒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 他们全国人口有两亿两千多万 很不容易 所以找到我连做梦也没想到 所以确确实实 这是诸佛菩萨众生 怜悯这个世间苦难众生 我过去讲过很多次 能够毁灭这个世界 或者是拯救这个世界 两种人 一种是国家领导人 一种是媒体的主持人 这是前年 我们香港凤凰电视台 董事长刘长乐先生 我跟他讲的 我说他算一个 你们到底是毁灭世界 还是来拯救世界 就在你们一念之间 那么现在印度尼西亚 有这么好的缘分 实在是西游难逢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 我要把我的这些想法看法 提供给他们做参考 那么对我们自己 识佛菩萨同修自己本身来说 我们齐心动力 千万要记住 决定不可以破坏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决定不能破坏 你要能够信守 我要帮助人和目相处 我不破坏人 你的功德就无量无别 为什么呢 你就拯救了这个世界 你要是破坏呢 这人与人之关系 你在这边挑拨是非 你造的罪与力很重 你在这个地方制造动乱 破坏货品 你要晓得 齐心动力 言语造作 影响之大了 一般人简直不知道 不晓得 在一切时 一切出 你能够信守 你对于 整个世界的和平 你就真正做了一番贡献 你当时应该没有 不太有意思 你能够行